我形容為他踏著了一個按鈕 就是會看到他現在是平靜的 但是如果他想開始走路的時候 失控他走那種 他就會是頭開始有少少左右動 手又左右搭 就是開啟了按鈕就開始走 就維持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曾經試過不停地走三個小時 他才會自己停下來 有一個飼養員就遺棄了他 就不要牠 還有另一隻貓還是很小的嬰兒的時候 影片看到兩隻嬰兒當時是有追逐的 但是是牽著身在地上追逐 這樣撐著你走 還有頭部不停地搖來搖去 控制不到自己 他的SWA顯示 他那個寬關節和盆骨位不是相連的 是有少少掉開了 所以他兩隻腳是向後線開的 自轉在這裡走走走 不停地在這裡走兩個多三個小時 都是因為他的腦影響 因為這個是近親化織天生的問題 所以醫生當時說腦部就不能攪拌 你看到他現在的頭部看到嗎 他現在開始了 他其實不停地走 那一刻很難要停止他 我會比較擔心他突然間心臟病發 因為他真的不停地走走走到很熱很熱 有時會流口水出來的那種 當他停下來的時候 他的呼吸會都比較快 因為粉狀媽本身的心臟都比較差 他走到一個多小時的話 我就將他放在床上 綁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他開始就會自己慢慢靜下來 但還是要走一個多小時才跟他做這個動作 如果他走到半小時的話 你跟他做這個動作 他仍然在床上左搭右搭 他還是繼續想走 他花的時間給一般正常貓 是會用多很多的時間 因為照顧他一隻 我等於照顧兩三隻貓的時間 因為他自己吃東西 他不太懂得自己去吃 你放在這裡的話 其實他聞聞聞聞 對著食物是左右左右這樣 但他是咬不到食物入口 那就要將它剪開一半 因為太大塊 那就按扁一點點 每天指定種了一日四餐 我自己會再餵水 吃幾粒之後再餵水 因為脫水量乾身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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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因為行動不變 他不能進沙盤去大小便 但他去沙盤修尿這個動作 一天說可能都五六次 否則他會自己修在地上 有時會浸在尿上 整個身都濕透了 靈氣治療 就是Reiki 在外國也很有名 用一些能量 然後幫他們做一些修復 我們也可以去做一下治療 看看會否可以找到一些希望 看看會否帶來一些轉變和幫助 帶了他去老師那裡 開始做治療之後 他就可以開始慢慢自己一步一步走 我們看著他每一樣進步 我們覺得這樣便足夠了 我們沒有想他變回有多正常 他開心我們都覺得很好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生命長短 他們有病我們控制不到 但這個過程 起碼我們做到我們能力範圍內的事 一向我都不太贊成 但香港的法例 真的很難去管制到 因為每個地區 可能有些位置 都總是有自家繁殖這一部分 牆內的生活也不見得好 有些媽媽爸爸繁殖到 被人利用完 到沒有用了 而才說不要 到我們義工手上的時候 簡直是脫皮脫骨 如果你有心想養一隻貓 不如先考慮幫助一隻貓 因為領養意義 是你除了選擇自己 說你很喜歡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想幫助一隻 無家的動物 去找到一個家 簡單四個字 支持領養吧 蘋果揭露暴政真相 請支持訂閱